娱乐第一眼 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娱乐第一眼 新年一时44岁的田海荣在微博分享自己的新年祝福 并配文道2020双倍之爱 新年快乐 万物更新 双倍爱你 平安顺利 这套片中田海荣的皮肤细腻 妆容精致 眼神坚定且从容 完全看不出已经44岁了 很多人可能不认识田海荣是谁 这个名字听起来也会有点陌生 但要说她是陆毅的前女友 女人不哭中的张子军 大家应该不陌生了 田海荣出身书香世家 在姥姥的栽培下从小饱读诗书 且从小练习皮法 对艺术有着超高的敏感触觉 18岁开始自己在电视台踩编播 自办栏目 工作两年后 因喜欢表演 偶然的机会下 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 和鲍磊陆毅成为同学 因为长相甜美 田海荣在大学没有毕业 就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雷语》 四奉立决让田海荣迅速的被观众熟知 1999年 年仅24岁的田海荣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 千禧文化公司 且那时 他名下已有三家公司 且自己做制片人拍摄了《情迷上海花》 纪念自己的姥姥 毕业后 田海荣又陆续出演了多部《快智人口》的作品 2001年出演电视剧《黑冰中的蛇蟹美人流眉》 2002年饰演赵宝刚 古装剧《银鼠》中 机灵至极的《小鲜狐》 2005年主演电视剧《浪漫女孩》 获得长春定义节影后 2006年 《女人不哭》的张子军 更是把他的演艺饰演带上了顶峰 二时初诚的田海荣可以说是风光无限 事业顺风顺水 但感情上 田海荣可以说是一言难尽了 田海荣在大学时曾苦追路易四年 据说当时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因为路易家中嫌弃田海荣没有服相 二人没能修成正果 据说路易的妻子鲍磊声称田海荣对路易死缠烂打 甚至说田海荣借路易炒作 但其中的缘由也只有他们自己清楚 后来在田海荣事业巅峰时 遇到了大连石德集团总裁徐明 两人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且拥有一个女儿 婚后田海荣退出娱乐圈 安心了在家享受阔太太的好门生活 好景库长 2012年丈夫徐明因放经济罪入狱 三年后因病病死于中 从结婚到丈夫去世大概八年时间 田海荣也开始了多年的单身妈妈生活 痛定思痛 田海荣再次捡起自己热爱的表演视野 面对隐隐隐退三年的婚姻生活 田海荣只是说 陈继三年我经历了一个女人的全部 电影《一代女魂姻》 也是拿到了北欧电影节的影后 时隔15年 田海荣再次将影后收入囊中 如今44岁的田海荣 用徐明留给自己的财产创办公司 投资拍摄电视剧电影 现身价已经不低10亿 开了三家上市公司 日子过得充实而富足 闲暇时光呢 经常会和女儿一起去各个秀场看秀 妥妥的富婆引后 再困难来临时 没有倒下 是对岁月最好的恩赐 你是否喜欢这样的田海荣呢 12月10号 第26届华顶奖中国百强电视剧 满意度调查颁奖盛典点在澳门举行 演员田海荣凭借电视剧《正阳门下小女人》中的 陈雪如一绝获得全国十家观众 最喜爱电视演员舒荣 田海荣一席黑色路肩长裙亮相 气质轻轻脱俗 大方得体 皮肤状态好的不像44岁到像24岁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优质大轻衣 田海荣始终是坚持演好戏的原则 在挑选剧本和角色方面十分严谨 今年2月 他凭借电影《一代女魂》《唐群英》 获得北欧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3月获得青年电影手册 十周年庆典杰出表演奖 在大热剧集《正阳门下小女人》中 饰演的陈雪如 更是被网友誉为 《正阳门下最下小女人》 观众评论连眼神都在飙戏啊 华顶奖颁奖奖礼上田海荣聊起 从小就有演员梦 说梦想无关岁月与经历 唯有坚持 我的母校上海戏剧学院 给了我实现梦想的种子 让我学会了 作为一名演员的应有的基本功 第一部戏电视剧《雷雨》 成为我表演生涯的入门角色 圆了演员梦 今天华顶奖的认可呢 让我备受鼓舞 感谢正阳门下小女人的剧组主创 感谢华顶奖 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我会再接再厉 带着梦想继续前进 田海荣的颜值呢 一直被大众称赞 但比颜值更引人注目的是她的演技 这两年呢 正阳门下小女人陈雪如 与白发扶渊两个角色 让她饱受好评 让许多年轻点的观众惊讶 怎么突然冒出一个 演技这么好的演员呢 其实田海荣成名已久 21岁时就演了 《雷雨》里的《四缝》 《一夜成名》 后来成圣追击 接连演了《黑冰》中 妩媚毒辣的《和美》 《银鼠》中 聪明伶俐的《小狐仙》 李小环与苗翠花中 睿智勇敢的李小环 在田海荣的饰演下 每一个角色的完成度都极高 深受观众的喜爱 前几年后 田海荣多次拿到影后 2000年 凭借《美丽的白衣娜》 拿到了《小百花》 最佳女演员奖 在《浪漫女孩》中 饰演存晓晓一角 又获得了金鹿奖 最佳女主角奖 那一届的竞争 其实挺激烈的 张子怡 舒淇 陈慧玲等 入围了奖项 2006年 田海荣和邓超搭档主演 《女人不哭》 将人气推到了最高峰 当时这部剧的收视率真心高 平均收视率都有2.76% 是安徽卫视当年的收视冠军 当然了 正在自己星途一片璀璨时 田海荣却选择了退演 不再演戏 引起一片哗然 很多人疑惑 他怎么不演了 是不是遭遇了什么呢 一直到2009年 田海荣才复出拍了金鹿玉叶 这时他身边却多了一个酷似自己的可爱小女孩 重回娱乐圈的田海荣直面媒体发言 这几年里啊 一个女人所有能经历的事情我都经历过了 整整消失了三年的田海荣 是为了爱情生儿育女去了 但是对于男方是谁呢 和这几年的经历 田海荣却闭口不谈 其实从田海荣的一些博客专访里能够看到 那几年他确实经历了太多坎坷 退隐没多久呢 父亲突然中风 母亲又被查出一线癌晚期 以至于让他觉得天要塌下来了 从未有过的绝望 之后呢 父母都离开他了 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 他接下了金鹿玉叶 作为对母亲的纪念 生活的种种魔力 让他更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 这几年呢 田海荣演了好几部新作品 也频频拿奖 郑娘门下小女人不仅提名了白玉兰 拿到了华顶奖 电影《一代女魂英》 也是拿到了北欧的电影节影后 时隔15年啊 再次将影后收入囊中 田海荣不仅演戏很好 也很喜欢做慈善 之前呢 有一次在巴沙慈善晚宴上 他一口气花了553万元 拍了两件拍品 一时成为了很多人瞩目的焦点 以前田海荣说自己不会生活 一直泡在剧组里 一度觉得自己和社会脱节了 他讲过一个细节说 有一次呢 跟妹妹去取钱 连自动提款机都不认得 更不知道卡怎么插进去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田海荣觉得自己不能只是艺术家 也应该成为生活家 慢慢的 他在生活中多了东西 高尔夫 网球 游泳 美食 音乐 旅游 生活更丰富了 与女儿同穿亲子装 一个简简单单的丸子头 更像是一对姐妹花 不得不说 时光对美人总是有优待的 三年的婚姻生活和生儿育女 并没有给田海荣 留下一丝一毫岁月的痕迹 反而多了几分成熟女人的优雅 近日呢 田海荣晒出一组 给女儿庆祝生日的照片 职员这是生命中最好 美好又特殊的一天 让我们闻着花香前行 一起共同努力 一起成长得更好 田海荣满脸宠爱着 看着自己的女儿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田海荣与女儿当天 容姐的打扮也是很优雅 一袭墨绿色的连衣裙 长发散披 随意的搭在一边 小公主一身黑色的 路肩连衣裙 头戴公主发下 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其实这不是田海荣第一次 和女儿一起出镜了 感觉女儿呢 就是她的心中一样 像看得出来 田海荣在经营自己的事业的同时呢 也把女儿培养得很好 虽然海荣姐的女儿年纪还小 据说孩子呢 是十分懂事 长得也是亭亭予利 总有人呢 试图通过她的女儿 去探寻田海荣的前夫是谁 比较可惜的是 除了一双眼睛外 田海荣女儿的五官 细看一下 都是十分酷似母亲 而这也让那些 还揣好奇心的人 颇为遗憾 最后还是要祝愿 田海荣与女儿幸福快乐 永远的这样 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吧 不及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